在這段影片我們會介紹一些實驗方法 如何找出不同的反應 第一個方法是用這個反應來做例子 這個反應就是雙氧水分解做水和氧氣 即是我們很熟悉的Elephant toothpaste 整體的思路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嘗試用不同的濃度 例如在這裡用了四個不同的雙氧水的濃度分別做四次不同的實驗 在這四次不同的實驗分別都找出他們的Initial Rage 我們就可以找出當濃度上升的時候速度如何上升 放一幅圖出來找到他的order是多少 這個Y-axis是Rage的圖和X-axis是濃度的圖 上一段影片我們也有詳細說過的 我先不說這幅圖 具體如何在實驗中操作到 令我們找到不同的濃度和不同的速度呢? 我們看看實驗吧 首先我們會用一個針筒 量度Volume of Gas Collector Volume of Gas 就應該會等於這邊的氧氣的Volume 隨著時間的變化 然後呢 因為我們正在用不同的濃度 藍色不同的濃度 不同的濃度我們就應該會得到 它對應在那個濃度的情況下 會得到 產生氧氣的速度 所以不同濃度就有不同的速度 當我們重複這個實驗做了五次的時候 我們Port一幅Graph就可以了 然後Port一幅Graph出來 我們發現它是一條直線 就是Initial Rage 是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Concentra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所以我們會知道它是First Order 所以Rage Law應該是這個 如果大家記得之前我們有提及到 如果我們這樣Port了一幅 Initial Rage對於濃度的線圖的話 我們會知道K應該是等於這幅圖的Sloop 因為Y等於MX加C 所以K就可以用Sloop去找到 這個實驗非常簡單 也是最容易可以用一個實驗方法 找到Rage Order的實驗步驟 但是你會留意到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方法 我們會叫Initial Rage Method 那做什麼呢? 其實應該要大家試一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用不同濃度 我們榮白為什麼要用不同濃度 因為想找個關係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Rage不找 我們要找個Initial Rage呢?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假設現在用這五個濃度 這五個濃度是一開始的雙氧水 所以如果我們一開始的雙氧水 我們知道是0.1,0.2,0.3,0.4,0.5 那我們很自然應該要找回一開始的速度 因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濃度會不斷地改變 不斷地減少 所以我們只能做的就是 我們找Initial Rage 因為Initial Concentration 是我們知道的 但是過了10秒之後 那個雙氧水的濃度 我們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正因為reacting的濃度很難找 所以我們是不會用其他Rage 我們就用Initial Rage 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會學的實驗步驟 接著我們會講下第二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關於clock reaction 即時鐘反應 時鐘反應其實是一類型的反應 它是經常會用在study reaction Rage 或者影響反應速度的因素 的一些study 它的特點就是 它不是直接量度反應速度 而是它是量度一個反應 達至某一個狀態的時間 所以就像這裡 你看到它在量度 是兩盒東西混合在一起 變成深藍色的時間 而不是在量度反應速度 其實有一個反應 我們學過 也是一個clock reaction 就是在一個bigger底 放一個交叉 然後產生收法 遮住那個交叉 那個反應 其實也是clock reaction 因為我們也是在量度 它遮住了交叉的時間 Anyway 大家知道有這個名字就可以了 我們馬上看看這個反應 和這個實驗是怎樣做的 首先 這裡下面的反應 很簡單的看到 就是有hydrogen peroxide 加Iodide 就會產生Iodine 這個實驗的目的 其實是想看看 在不同的hydrogen peroxide 濃度的情況下 究竟它的reaction rate 是有什麼關係 而我們知道 這個rate 我們會最終變成正比於 over T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們學過的交叉 在bigger底的實驗的話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 它experiment 1 2 3 4 是給出了4個不同的hydrogen peroxide 濃度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反應裡面 就加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加了一些什麼呢 加這個exit 我們就明白了 因為反應裡面 要Axidic的環境 加Ki 我們就明白了 因為Iodide 要跟hydrogen peroxide 加hydrogen peroxide 加水 我們都明白了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加進去 就是fyl sulfate 以及sars solution sars solution 就是用來做indicator 那fyl sulfate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這個clock reaction的關鍵 在這4次的實驗裡面 fyl sulfate 都加了一個固定的amount 那它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馬上看看下面 首先在這個反應裡面 隨著反應的進行 不斷會產生Iodine 不斷會產生Iodine 但是呢 因為在反應的reaction mixture裡面 我們是加了一個fyl sulfate 而fyl sulfate 是會非常之快地消耗了Iodine 差不多馬上會產生了 所以Iodine 是不會在reaction mixture裡面 停留了很久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個fyl sulfate 其實它在那個反應物裡面的角色 就是一個Iodine的小偷 就是每次有Iodine的產生 它馬上就會將它 由reaction mixture裡面帶走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所有能夠產生的Iodine 都會非常之快 被化學修肥的consume 也是因為solution是沒有Iodine 如果它沒有Iodine的話 START solution就不會轉藍了 那就是因為 那就是因為 因為 there is no Iodine 對不對 但是大家記得 我剛才也有說過 因為這個fyl sulfate 是一個固定的amount 固定的 無論在Experiment 1,2,3,4 它也是一個固定的amount 所以只要這個fyl sulfate 一用完 然後在reaction裡面 主要這個reaction裡面產生的Iodine 就會馬上出現 reaction mixture 而且 它會馬上和 starch react 新產生的Iodine 就會和starch react 變成藍色 所以 只要這個fyl sulfate 用完 就會馬上出現藍色 所以回到結論 就是 我們為什麼一開始說 要找出出現藍色的時間 因為出現藍色的時間 也就是等於消耗了所有 我們剛剛所說的Iodine 小偷的時間 也就是我們在reaction裡面 能夠產生到某個固定amount的Iodine 的時間 因為我們做了四次實驗 但每一次實驗裡的fyl sulfate 分量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如果需要 越長時間令到它出現藍色的話 就是代表 反應速度會越慢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這個關係 就是反應速度 正比於1over的時間 大家就似乎相識 即是等於放必卡底的交叉 越長時間遮住交叉 即是反應速度越慢 所以我們重複了四次實驗 每次實驗都找到那個時間 然後全部都將它1 除了那個時間 然後我們將這些1over time 和那個濃度 其實volume of hydrogen peroxide 即是濃度 我們port了一條Graph 你就會看到一條很帥仔的直線 那如果一條很帥仔的直線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它是first order with respect to hydrogen peroxide 但這個實驗裡 只能夠告訴我們 就是hydrogen peroxide 是first order 但是呢 剛才在那個equation 我們會看到 Hydrogen peroxide 是要跟Iodide 又要跟Hydrogen iron 去反應 所以在這個實驗的過程 我們只知道 Hydrogen peroxide是first order 而不知道另外的那兩項 的order是多少 所以整體的race law 就不能夠確定了 你只知道一部份 所以剛剛說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為何說clock reaction 是經常用來 去study reactionrace 因為它操作起來 比較簡單 而且它可以讓很多 本來不是很容易 測試到race的反應 都能夠測試到race 因為它用了時間 去代替了race 除了兩個實驗的方法 大家都要學一學之外 其實更多的情況 在公開試裡面 我們會看到 是一些計數的方法 即是數字的方法 去找出race law 例如它很多時候 會給大家一個這樣的表 在這個表裡面 就會給出X 例如這個反應感X和Y的product 給出它不同的濃度 的情況下 它的race是多少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 例如第一個方法 我們會用proportion的方法 你會看到 為何可以proportion呢 例如你compare1和2 你會看到X是乘2 但是Y是沒有變的 我們會看到 這個反應速度 都是大約乘2 我們就知道 這個order 如果對於X來說 應該是1 因為X的濃度是雙 速度是雙 所以OK 如果我們compare1和3 你會看到 1和3 就是 只是Y乘2 而X是沒有變的 但是 你會看到 race是同樣的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當Y的濃度 也有double 的時候 速度是不影響的 我們就知道 它的order是零 這就是proportion的方法 你會看到 在考試中可以 這樣說 Race是雙 雙 這樣說 這就是proportion的 method 另一個方法 其實就是 真的代數 我們剛剛提供了 一大堆X Y 以及Race 的數 其實我們可以 假設 這個就是關鍵 假設了一條 這樣的Race Race 就等於 X 濃度 和Y 的濃度 在N 次方 把所有上面的數字 全部代入 你就會得到 三條 的 Equation 三條 Equation 有三個 K M 和N 都是這個 大家 只要 不詳細說 你就可以找到 M是1 N是2 通常都是把兩條 顏色相除 你就可以把 一樣的顏色 Cancel 變成1 所以很容易 這就是代數的方法 當然 如果這個題目 真的想你計算 通常最後邊 都會叫你計算 K 例如剛剛 剛剛說到這個位置 我們有三條顏色 三個 暗孔 其實原則上第三個 暗孔 你也可以找到 所以很容易 只要把數字 代入去 你就會計算到 K 不過通常同學 真的會很不小心 就是錯了一個單位 所以這個位置 就要留意 學完這幾個 去找出race 和計算的方法 這一課也完結 我們下一課 就會多說 關於race constant 究竟是代表 對